晚了 钱只让厂商把雪糕的价翻了九千倍以上了 也就是比黄金钻石还值钱了 咱们来出行当 我倒是觉得这个行当不错 买冰棍都得摇号了 要提前一年预约了 懂吗 不懂 我告诉你 雪糕上架得隐藏标价 低调包装等待品尝 包装对了就有大院总会去拿了 到了柜台 就基本算成功了一半了 准备扫码了 正算就有七成了 怎么才七成啊 七成都算不错了 剩下三成还得看店老板脸色凶不凶 谁的脸色 店老板 店老板 顾客最后付不付款 还跟店老板的脸色有关 对 我问问你 我为什么要大热天赚钱 我就是想让大伙都凉快凉快 原来你没想当雪糕刺客 那你卖切糕吗 哎 这我就不明白了 是谁说做生意 就只能动歪脑子呢 这大热天的 挣点钱嘛 糟点 不寒碜 寒碜 很他们要寒碜 那你是想凉快还是想挣钱呢 我让大伙凉快 我还把钱挣了 挣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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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块 能不能凉快 能凉 不甜 嗯 西瓜 够不够甜 够甜 不冰 这个加上这个 能不能 让雪糕给我飞了 敢问这位大哥 何妨身伤 冰人 买冰箱的 你TM 雪糕起戏 驾飞扬 安德雪莲戏 吃四方 雪糕刺客 任何时候都要搅 不搅不行 你想想 你带着女神 逛着街 吃根雪糕 走了个马 突然银行卡就透支了 我看视频 只办三件事 点赞 点赞 还是他们要的 点赞 未完待事